你自己给你 叶佳这几天还没回家呀 他是因为工作太忙 你应该理解他 你怎么会替他说话 男人嘛 你不是说他跟我不一样 冯芳 我想他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情的 真的吗 真的 我怕不得骗你呢 冯芳 我想说的是 叶佳那个混蛋 如果真不理你了 你就跟他分手 冯芯回到我的身边 你才混蛋呢 谁跟你在一起过 你看 真话你相信吗 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相信吗 谢谢你啊 李婚 光口头感谢怎么行 需要有行动 来 亲我一口 呸 给个鲜花 你就怒放啊 我找你来 可是说正经事的 饭店的事是吗 你不是说不用我掺和 你自己来做吗 你别小看我 装修我都已经搞定了 那我就等着蹭吃蹭喝了 吃货 我要跟你说的事 让你帮我写菜谱 天哪 那我得写多少本啊 你这累死人不偿命是不是 你是皇上啊 写的那么好 别磨叽 就你写 罪过罪过 人太有才了 也是一种罪过 王伯 王伯 小枫你回来了 叶佳 你回来了 小枫 对不起 这几天 叶佳 你不回家 也不接电话 我真的好担心你 我以为你不想理我了 不想回来了呢 对不起 小枫 对不起 叶佳 我发誓 我真的没有做过 对不起你的事情 大家里面请 欢迎光临 里面请 欢迎光临 真 欢迎光临 李先生请 可以啊 把这几个小魔头训练成童子军了 真有想法 恭喜冯小姐 谢谢老板 你们几个 都去干活吧 都热情着点 知道了 快去吧 你一个人能占助他们吗 我跟你说啊 他们一个个可都是魔头 都不是什么善良之辈 我也不是什么善良之辈啊 你这个皇帝我都调教得出来 他们几个算什么呀 你能当他们跟我比吗 我不会害你 你敢保他们不会害你啊 不行 我要回来 我要回来替你管教管教他们 少磨叽 今天我开业大吉 别让我扫兴 走吧 你这装修有点意思啊 你这装修有点意思啊 这算什么呀 这边请 来来来来 这边请 来来 你这边请 走 快点 快点啊 今天太古代人事实 不 secrets 不要 老板请 嗯 不错嘛 真是对你刮目相看啊 行儿 上上 你抖什么 撒了 撒了 邀文婧 你慢用 你说什么 你那么凶干嘛 我跟你说他现在 可是我的店员 去招呼其他客人吧 他刚才叫我什么来着 遥控器 谁让你总用奇门遁甲盘 来消遣他们的 这小混蛋 一肚子坏喘 跟你似的 跟谁似的 我跟你说 他们几个 还真是有不少优点呢 一进门的时候 看没看到 君临天下那几个字 那可并非一般人手笔 那可是皇帝的真迹 难道是萧赵燕 他擅长说法 当朝的时候 就一字千金了 没错 就是他 萧赵燕啊聪明伶俐 我让他做迎宾了 像刘子叶慕容熙 他们俩什么都不会 就只能断茶倒水了 高伟 刘玉 萧宝卷 他们负责表演 皇帝各尽其才 厉害呀 还行吗 指日表都有啊 怎么没你名字 那你干吗呀 我可是老板 我怎么可能指日呢 一二三四五六 还少一个 福生呢 福生现在是我们 大名鼎鼎的御厨 福生虽然凶残 但是个美食家 你能让他们各尽其才 朕佩服之之啊 还行吧 美女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两位玉座 有什么特色菜吗 特色菜有啊 里边请 来来来 就是一个茶 来来来来 我给你们说说啊 狗改不了知识 皇帝没一个好东西 刘子叶的事情 干嘛说皇帝啊 合着我躺着也中枪是吧 对不起啊 我把你给忘了 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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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等一下 给我来喝茶 真的 这个茶呀 不错 我真是看不下去了 刘子叶 你干嘛呢 那边有那么多客人呢 真的够了 喝茶 快茶 你快点啊 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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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李先生 慢用 这家都不错 这家都不错 慢喝 慢点 姐姐 你对我不公平 别的皇帝都有活干 我也是皇帝 凭什么我就端茶倒水 我不干了 好 那你说一说 你除了淫荡以外 你还会什么 端茶倒水怎么了 不是都已经说过了吗 只要是靠自己的劳动 挣来的钱 都是好样的 我 我是皇帝啊 混蛋 好 好吃吗 正点 这地道的宫庆菜 没想到福生做的菜这么好吃 我去后厨看看他 姐姐 我以后啊 天天都想要这样的表演 我也想让你们天天都表演 可是天天能见到的东西 人们就不会珍惜了 物以稀为贵 有些东西啊 要藏着掖着 才能卖出高价 知道了吗 姐姐 我不喜欢遥控器 对啊 我也是姐姐 看到他我就觉得不自在 以后能不能别人 他来我们店里了 我说你们几个 真的是忘恩负义的东西啊 人家礼婚当时还收留过你们呢 给你们吃给你们喝的 你们都忘了 再说了 我们饭店 李欢是大股东 他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 去干活去 哦 肖炸业 福生新开发了花系列的菜 明天你交上肖宝卷 一起跟我回家拿玫瑰花去 好 嗯 对 就这样 小心一点 把花轻轻地放在托盘里 注意不要挤压啊 小心一点 他们两个家伙是谁啊 看起来长得还不错 看上去很有气魄的样子 哪儿来的气魄呀 冯冯开了饭店 不就养了两个小流氓吗 你说什么 说你小流氓 你什么身份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你想知道我什么身份吗 这个老女人好没有教养 你们两个先回去 回去 叶夫人 我去过你开的饭店 看来我儿子真给了你不少钱 我们叶家的男人就这点一致 出手从来都是很大方的 叶夫人 您误会了 我还真没有花过叶家什么钱 开饭店的钱是李欢出的 李欢 对 钱是李欢出的 我们是股份制 我还打算再开几家连锁店 叶妈妈您看吧 她果然脚踏梁之船 水性洋花 你说什么呢 风风 你之前跟李欢同居 遇到我的叶哥哥之后 就把李欢给甩了 还几度勾引我的叶哥哥 想要嫁入叶家 过上锦衣玉食的豪门生活 真是恬不知耻 林嘉妮 我警告你 这里是我家 我不欢迎你 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来参观了 你警告谁呀 无耻的女人 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啊 你只不过是我儿子玩玩的女人 这是很正常的 叶夫人 我叫您一声伯母是尊重您 请您自己也自重 我也看在我儿子 那么待你的份上 对你客客气气的 别给脸不要理 四老太婆 地下干吗 喂 你什么东西啊 敢这样跟我安家讲话 哪儿来了小婊子 这么凶 滚开 臭容了 敢欺负姐姐 你干什么呀 打死她 冯冯 你还真养成打手了 你真像个女流氓啊你 我绝对不会让我儿子 娶个女流氓的 你给我滚 滚出我儿子家 我是叶家的女朋友 叶家不让我走 谁都赶不走我 你 小芳 你过来一下 你坐 我跟你说点事 小芳 我听我妈妈说 你对她很不敬 她跟你说什么了 她说你对她出言不逊 还唆使人打了佳妮 你不说话就说明这是真的了 你母亲说是就是呗 还有 你开饭店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我 如果今天不是我妈妈去看了 我到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我就是想独立 不想让你的家人看不起 独立 独立你就非要用李欢的钱吗 我不认识其他有钱的朋友 只有李欢 小芳我是你的亲人 你用钱可以找我呀 我的就是你的 你干什么非要去找李欢呢 我也希望你的就是我的 可是你能确定吗 小芳 你知道吗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你说你和我妈都是我的亲人 我想让你们和和气气地相处 可是你们这样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 小芳 要不这样吧 你去跟我妈妈道个歉 毕竟她是个老人 好不好 你有一个好母亲 处处都为你着想 她就怕你被别的女人给骗了 你应该好好孝顺她 小芳 你能这么想我真是太高兴了 这样 改天我把我妈妈请到家里来 你做几个菜 就当给她配个不是 哄哄的好不好 我去打操卫生了 它 threw hearts 按燈 不讶 direction 丢ции 和俄家负 위해 你会住 凡帅 是正手ente 你就对你的未婚妻这个样子吧 让一个弱女子 四处奔波去开饭店 为什么你想过吗 如果你真心疼她 你会让她拼命地去赚钱吗 我们的事情不用你操心 我只是希望 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们的生人 确切地说 是你打扰了我们的生活 我的冯昭仪 我一定会抢回来的 你做梦 你做梦 姐姐 外面打起来了 有个老头 让人这样进来 怎么拦都拦不住 你快去看看吧 什么 姑娘 你躲开 说大爷 我要打死你个畜生 大爷 我这里是饭店 拿个帽子干吗呀 救给他 这个贼流氓 老头竟然被打死他不可啊 大爷 走 救命啊 这王子 救命啊 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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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头竟然打死你 臭流氓 大爷 伏商 大爷 快救我 你这个坏种 伏商 臭流氓 救我 你救我 大爷 我打死你个小畜生 大爷 我打死你啊 大爷 大爷 你冷不住 大爷 有话好好说 您别动手啊 这畜生 害死了我女儿 我想要她的命啊 今天 大爷 老头竟然 到底出什么事了 这畜生 供应我女儿 让她怀了运 结果她又不敢负责任 把我女儿拖在地上 拖过了一个乡口啊 她想弄掉胎儿 结果女儿大出血 住进了医院 现在生死不明啊 随便激动了大爷 女儿啊 你无耻了一千年 你还不知道悔改 你凭什么打我 你凭什么打我 冷静他 你不知道羞耻吗 你就是个 披着人皮的恶鬼 流氓 人渣 你怎么不去死啊 大爷 别激动 您带我去看一下吧 大爷 您消消气 别气坏了身子 我女儿怎么办 怎么办哪 这个畜生 大爷 我这里有八千块钱 您先收着 先带你女儿去看病 所有的医药费 都由我来出 呸 你不要假惺惺了 你还是管好 你个流氓小杂种 不要让她再出来害人 大爷 我再去取一点钱吧 你告诉我是哪一家医院 我去看一看 你们这些狠心肝 谁要你看我女儿 我告诉你 我女儿有事的话 还会来找你们 你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庙 这些狠心肝 刘子叶 说吧 怎么回事 刘子叶 说吧 怎么回事 我们打游戏认识的 她不过是一个卖菜的女儿 身份低限 但是当时也是你情我愿呀 凭什么怀了运居怪我呀 你为什么要拖她 拖一条巷子 这样 才能打掉孩子 你真的是一个无耻之徒 到了今天 你还是觉得玩弄一个身份 低限的少女 无所谓是吗 你难道不知道 这样她有可能会死吗 不是 你说 她死后跟我 跟我有什么相干啊 人又不是我杀的 好 刘子叶 你干得好 你们当皇帝的时候 罪孽庆竹难输 那时候我还认为 是体质的原因 才会导致你们那么坏 我以为你们换了新的环境 也许就会慢慢地变好 但是现在我才发现 你的坏 已经深入骨髓 根本就好不了了 既然是这样 我这个小庙 也容不了你这对大菩萨 你坐吧 反正天大地大 你已经是一个成年的小伙子了 我怕被恩 我这里就不留你了 姐姐 你看 现在这社会 没有身份证 没有任何学历 自己一个人真的是寸步难行 你看 能不能别拧他走啊 谁也别看他求情 快走 快走 我也不想在这儿待 在这儿跟你做牛做马 闹得不干了 还有谁不愿意当牛做马的 跟他一起走 朕马上就走 成天在这儿喊姐姐姐姐 朕受够了 朕不玩了 朕不愿意在这儿 在这儿玩了 少得 受你这个贱女人的鸟气 我刚才已经在这里 看你们有一会儿了 李怀 你敢打老子 我一直以为 李怀是依靠遥控器 原来他顺手这么了不得 太可怕了 冯冯供你们吃供你们喝 你居然敢辱骂他 你们几个 还有谁想走的 统统站出来 写完账立马滚蛋 花花世界 你们想去干吗都行 你还想去干吗 刘子叶 你不能走 除非你确保 那个女孩没事 要不你进监狱转一圈 杀人偿命自古有之 你最后祷告 那个女孩没事 你们几个 把她带回去吧 有什么事情以后再说 走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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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怀 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刘子叶害了人家女儿 我还得赔钱给他治病 真没天理了 还是让他们自力更生好了 对 只要他们不危害社会 就算是当乞丐 当少爷都无所谓 刘子叶的恶行你也看到了 对于他们几个 我真的是没有耐心了 哪怕他们被卖到黑莓窑去 我也无所谓 不过 怎么没人找上门 说你也勾引梁家妇女啊 梁家妇女不勾引我 就谢天谢地了 不过说真的 我真的挺担心那个女孩的 万一出点什么事可怎么办呢 是 我现在越来越讨厌那几个暴君了 你还真是提高觉悟了呀 不过自从他们几个出现以后 我一直都在思考一个问题 他们之所以作恶 就是因为他们的权力越大 危害就越大 你像刘子叶 做皇帝的时候 玩弄一个少女算什么呀 一个不高兴 就杀人的全家 甚至株连九族 还是现代社会好啊 有大劳让他们去做 我发现 我也越来越喜欢这个时代了 比一千多年前好很多 离开了罪恶的土壤 其实他们几个呀 就是几个普通的少年而已 不过他们的品行真的是不坏 但是要训练成正常人的话 可能要花一些时间了 我怎么这么累呀 其实我早就不想管了 冯冯啊 从今往后 你只负责开心 烦安心的事 交给我来解决就好了 谢谢你啊 李欢 都累了一天了 我带你去按摩 好啊 这个人怎么醉成这样了 真丢人 看人不看 老子注意走错 别看了 快走吧 真够吓人的 我听到的 你听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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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吗 你听到你 你听到你 当老板可比打工累多了 你以为当老板容易吗 样样都得想得很周全 终于理解那句话了 治大国如烹小仙 知道我的难处了吧 你说我治理一个国家容易吗 给个杆你就往上爬 时时刻刻都不忘了你做过皇帝 这位小姐和先生时间已经到了 你们先休息一会儿 谢谢 不用谢 这儿一点都不好玩 我们走吧 让我睡会儿 让我睡会儿吧 好 蠢女人 这样都能睡着 你干嘛 我跟你一千多年都没有肌肤至亲了 我亲你以后怎么了 老毛被硬犯了 好 走 走 开门哪 开门哪 那个女孩是自愿的 她是自愿的 闹什么闹 你是谁 你别管我是谁 如果你想出去的话 你就要老老实实地回答我的问题 问你一个你回答一个 你是什么人 我是南朝皇帝 柳子彦 为什么会到这里来 来到这儿的并不只有我一个 还有大秦的福生 燕国的慕容夕 还有后妃帝刘裕 东昏侯萧宝卷 玉林王萧赵叶 还有北京后主 高伟 怎么 你还想绑架我们这些皇帝不成 我并不想绑架你们这群皇帝 如果你真的是皇帝陛下的话 你就可以受到皇帝陛下的尊荣 皇帝的尊荣 他们现在一个个帮一个恶毒女人打工 还受她的控制 那你们为什么要受她的控制呢 我 这是一个秘密 如果我告诉你的话 你能给我什么好处 小朋友 你刚才说的那些皇帝 都死了一千多年了 什么人可以活一千多年呢 你不信是吧 我还有一个更大的秘密 关于李欢的 李欢的 小枫 对不起啊 我最近心情很乱 我知道 你看 最近咱们老是吵架 我想 是不是该好好沟通和交流一下了 嗯 小枫 我们说好 永远在一起 不分开的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 小枫 你还生气呢 我爸 其实就是有点大男人主义 老限制你这个 限制你那个的 其实我知道 你最近那么辛苦 我不应该这样 开饭店 虽然辛苦 但是跟李欢和萧赵叶他们在一起 还是挺开心的 嗯 又是李欢 那你的意思是说 你跟李欢在一起 比跟我在一起开心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 你又来了 我们就非得吵架吗 小枫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就是想 咱们俩过着普普通通的日子 丈夫每天上班 挣钱养家 妻子在家生儿育女 相夫教子 我希望每天回来 你能在家里等着我 你说那样的日子多好 我何尝不想 那是我梦寐以求的生活 每天在家里 整理一下家务 有时间的时候就写写小说 晚上做好菜等着你回来 小枫 小枫 下周就是我的生日了 你打算怎么帮我过 我请你吃大餐吧 来我们饭店 我才不去呢 干什么呀 让我看见李欢 又该生气了 不去呢 我拥有 是 云ereal 我还要以为你 我希望不想 卫生啊 我能想到 卫生 可以 你呢 那我说 你怎么能生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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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光是跟自己的亲姐姐是这样 而且跟自己家族的其他女人也乱论 没错 刘子叶当初强占自己的姑妈新菜公主时 还大言不惭地说亲姐姐都可以士气 何况是姑妈呢 真是无耻之痛 用现在年轻人的话来说呀 真是道德节操遂一地啊 如果是真的 莫非他是南朝的前废帝 这个结论嘛 是有那么一点荒唐的 有什么依据吗 只有这个测试 虽然我测试他的古灵 毛发和DNA 是正常年龄的少年 并非是千岁老人 他是 那是什么 发现什么了 但是我从他的体内 检测到一种很奇怪的东西 是正常人不具备的 如果呀 能把他那几个同学 一起来检测的话 那效果会更好 好 老白 你就负责安排下去吧 饭店从开业以来 大家都表现得非常非常好 但是我们要更加地努力 创造更大的价值 大家有没有信心啊 有 好 大家去工作吧 走 走吧 姐姐 我跟风生买菜去了 嗯 注意安全 好的 这个怎么卖 两块钱 姐姐 给你钱 老板 够来别考虑啊 哎 小兄弟 需要帮忙吗 来 来 车来了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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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上 你怎么样了 府上 你没事吧 振作一点 开车 叶先生 这是福生和慕容西 好 这是福生和慕容西的血液 这个是比黄金还金贵的东西 是啊 老白 赶快拿去分析 好 有了这个 我们的目标很快就可以实现了 先生 那这两人怎么办 这两个 就用他们的血浇灌长生花吧 峰峰 李华 你来了 你怎么这么着急要见我 福生和慕容西跑了 什么 一大早上 他们两个急着三轮车去买菜 到现在都没有回来 打电话也打不通 我估计他们两个就是跑了 你说 我这有吃有喝的 他们干嘛要跑啊 他们应该不是自己跑的 不是自己跑的 那谁能拐他们呢 那是不带来吧 马上 这边都是老百姓的 那是你 你能不能打开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